感到有壓力的時候 大家會選擇什麼樣的方式去宣竊壓力 男孩女團Gi的日前在澳門舉辦粉絲見面會 舒嬅在念QA問題時 台下進來了黑粉公開詛咒 感到有壓力的時候 大家會選擇什麼樣的方式去宣竊壓力 就這麼剛好和語氣的聲音重疊 當下部分觀眾沒有聽到 但影片曝光後欺詐大批粉絲 網友特別找出該名觀眾的位置 要他出來跟舒嬅道歉 也希望主辦單位將該名觀眾列入黑名單 並加強對藝人保護措施 對此主辦單位也給出回應表示 當時粉絲多且設備聲音大 所以工作人員沒有聽到 如果查到該位觀眾的消息 如屬時我司將在之後的活動中 永久拉黑禁止其參加任何活動